好 各位 今天至今為止LCQ最扯的一場比賽要來囉 Hibiki對Kageru 日本互殺殺不夠來美國繼續殺 開始很愛開場直映頭 對空 差點錯邊了感覺 哇這個點 哇太遠了 漂亮的HoHo 有辦法嗎 可以這樣撿 Hibiki這邊有個大問題 他有沒有辦法保持在他舒服的那個位置 有 好個退康去了 死了 哇他 Hibiki 會在一格一般人覺得是放輕級風的位置放重級風 然後對方放鬆戒心衝過來要打你之後那個重級風出來 OK走摔 哇 哇硬撞 喔唷 啊他不對衝直接重拳可能會打死人的 對 夜長夢多不如直接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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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他管上改了喔 他看Hibiki有時候會在遠距離放重的去騙你過來 他現在看他原地級直接不過去直接第四次 欸剛剛那個好像沒有很尖端 應該是另一邊是負的喔 抓了 糟糕喔 要奔到我 死了 那些 喔哦哦 Jed 爆打一通 奔到我 PBK連中距離的疾風都在責任 我們通常只會猜說在你臉上重拳取消的疾風到底有沒有在打人 但是他連那個距離都會用重疾風 實在是讓人不敢隨便靠近 哇這個狀不太對啦 哇最完美的連斷這個猴我以為打不死啊 延遲的中手打到了 我不知道該稱讚他的俯衝很強還是這批的那個重手有夠靠北 欸怎麼掉 不對 整個暗的有點怪 好痛好痛 遠地跳 走過走過 準備也太好了 卡格勒行不行 還是要下去打殺口啊 他剛剛看綠衝過來也不太敢按下中手去擋喔 不過這邊血量超級健康 起身延遲和重手還生他媽的勇敢啊 喔喔強點對了 1-1 喔馬上回 會做什麼調整 這邊啊下中手 那個沒有神經的棍棍 9-9 這下沒有解摔了 他是起身 他起身 起身速點了一下然後按Perry 然後還完美配到 這邊一模囉 不給 這邊不給按Perry一模出來 這個 打完之後生死者 這個怎麼出這個 糟糕了 亂動被打了 Tibiki有機會 勇敢一跳 這是小組賽的半決賽 他媽連決賽都沒有